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澳門現在已經進入了穩定期, 同時特首在下星期二也會列席立法會回答議員的提問。 去到昨日下午,澳門特首更加有落去澳門多個區域與小販相互交流。 有賽犯說希望政府可以再派發現金分享, 去幫家庭主婦與長者。 有海味店老闆說希望優化營商環境, 與內地探討放寬自用海味入境措施。 而根據澳門日報報道, 有名賽犯說現在疫情影響很大, 最近的生意依然很差, 希望特首可以正視民生訴求, 特別是家庭主婦長者派錢。 還有其他問題是教育中心的收費問題, 連續兩年這些教育中心都因疫情停業, 亦都沒有退還到之前已經收獄的錢。 就認為疫情期間, 教育中心既然沒有提供相應的補習服務, 就很應該退回那些錢給他們。 而其實昨天特首落區, 我相信應該是很多人都猜不到的事來的。 因為剛剛進入穩定期了, 第一天就猜不到他竟然走了那麼多個區。 不知道市民所提出的訴求, 特首方面又會是一個怎樣的處理呢? 好了,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言吧,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